台北市教育局与台湾科技大学签订产观学合作备忘录 以科大协助、政府支持、技高配合模式 达成优势互补、资源共享的师资课程交流 我们也希望是他们从高中开始 应该说高职开始他们就已经有这样的基础 建议我们希望培养出来就是 叫做全时间的终身学习这种态度 为了强化台北市技术型高中与科大院校的纵向链接 教育局从108学年度就开始推动 为学分课程示范计划 未来将进一步推展学生专题研究 及大学先修课程 提升技职教育学习内容 七个高职已经开设了17门课 参与的学生也到了403位 所以为学分、为课程已经走出去 而且现在走得相当顺利 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持续地 在为课程的部分再来进行 教育局表示这次合作再升级 未来将持续透过技职教育 培养实务与创新优秀人才 期待成为带动产业发展 及提升产业研发创新的重要支柱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报导 巨大法规创新的2019级